來看到白俄羅斯軍方在當地時間來宣布說要進行快速的戰備演習 部隊短時間內就要在兩條主要的河流上面架起了便橋這個橋樑 就是根據穆斯科的報導這場演習其實是依據白俄羅斯總統的指示來舉行的 只是內容當局沒透露強調對烏克蘭沒有任何的意圖 但是烏克蘭還是很擔心啊因為白俄羅斯就是穆斯科的盟友 怕戰事會擴大 讓我們來看到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在聯合聲明中他就提到了伊朗的三座爭議島嶼 也讓伊朗很生氣而當地媒體立刻拿台獨嗆爆中國